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清旋看了看手中的烫伤药和棉签 惊笑了一声 随机便拿着棉签要给陆毅上药 陆毅用手打掉了蓝清旋的手 开始扣衣服扣子 陆毅 你过分了 人家帮你上药呢 蓝清旋故意道 不用 陆毅扣完衬衫的扣子 转身坐到椅子上 微怒道 你进我办公室怎么不敲门 敲门怎么能够看见如此香艳的一面 可以呀 陆毅 我倒是小瞧你了 只不过貌似我来的不是时候 蓝清旋撇了撇嘴道 你也知道你来的不是时候呀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陆毅瞪了蓝清旋一眼道 来 让我看看你 是不是中邪了 这话真的是陆总说的吗 不过 话说回来 大哥 我哪里知道你居然如此大胆 居然在办公室调戏女员工 我也吓了一跳好不好 不信你摸一摸我的小心脏 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蓝清旋故意道 少没正行 说正事 陆毅看了一眼蓝清旋道 陆总 到底是咱俩谁没正行 蓝清旋瞟了一眼陆毅的烫伤处 看似漫不经心 实则却满怀关心地问道 你的伤口不绑杀不能行吗 别感染了 没事 本来就是轻度烫伤 越是包裹起来越是好的慢 这点道理你都不懂了吗 陆毅调笑道 我这不是想着你还可以上演苦肉计 别让你好得慢些吗 蓝清旋继续调侃 把资料给我看看 陆毅不再与蓝清旋调侃 而是接过蓝清旋手中的资料 仔细地看了看 订两张机票 明日你与我一同飞套上海 一起参加这次的智能化电气产品展览会 陆毅淡定地对蓝清旋道 你也去呀 那岂不是错失了这次与原组长沟通感情的机会 蓝清旋继续调侃道 可以了 别开玩笑了 说正事 这次我们一起去参加展会 我父亲的意思是 未来我们也要走智能化电气产品的道路 所以先要学习一番 看凭借着我们公司的实力是否能够胜任 陆毅对蓝清旋道 好 我去订票 明日我们便出发 蓝清旋也不再开玩笑 正色地道 陆毅出差了 今夏自打从陆毅的办公室离开后 便再也没有联系过陆毅 没有见过陆毅 他只觉得尴尬极了 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冷静的女人 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懂得分寸的女人 自认为自己是懂得如何处理和上级和同事的关系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 他帮陆毅擦药 好像是处理不当了 若是被别人看见 确实容易被别人误会 但是 今夏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好像自己在面对陆毅的时候 总是不自觉地会做出很多超出自己意愿的选择 总是不自觉地便被陆毅所带跑偏 以至于让他做出很多不合规矩的事情 昨日帮陆毅上完药 他便离开了 也不知道他今日的药上了没 若是他还要求自己给他上药 自己该如何是好呢 是继续听他的话呢 还是找借口拒绝呢 今夏不禁陷入了深思之中 正当今夏想着陆毅的时候 大阳突然间出现在今夏的面前 笑呵呵地道 最近可以放松几日了 怎么了 今夏疑惑地问道 陆总和蓝经理出差了 PLC项目暂停一段日子 大家可以轻松下了 大阳心情不错 他出差了 他烫伤好了吗 不会感染吗 今夏自言自语地道 烫伤 大阳听出了端倪 一脸坏笑地看着今夏 夏爷 原来那日让你所思之人是陆总呀 快说 你怎么知道他烫伤了 你俩是不是有事 今夏上去踩了大阳一脚 气哄哄地道 有事你个头呀 我就是无意之中知道他烫伤了 怎么了 大阳呕了一声 调侃道 原来是无意之中呀 嘿嘿 今夏 嘿嘿你个头 工作了 得知陆一出差的消息 今夏有些担忧 担心他烫伤的地方会感染 担心他无法照顾好自己 今夏拿出手机 在微信上打上 陆总 听说您出差了 不知道您伤口怎么样了 可是 今夏想了想 却没有发过去 而是默默地将微信内容删除 陆毅和蓝清玄一起出差 有蓝清玄一路相伴 自然不会出现问题 就算没有蓝清玄相伴 他那么大人了 也能照顾好自己 于情于理 自己给他发微信 终究是不符合身份 想到此处 今夏放弃了联系陆毅的心思 开始专心致志的工作 让自己的一切生活都恢复到正常的模式之中 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相思的是谁 陆毅和蓝清玄来到了上海智能化电气产品展览会 在展览会上 让陆毅眼前一亮 他接触了最新的智能化产品 发现现在的电气产品 除了利用PLC后台控制外 还能够采用手机控制的模式 将电气产品的一系列功能和数据 都输入到手机之中 利用手机便能够实现合闸 分闸 并且还能够检测产品的电流 电压以及故障 手机的应用 让电气产品的操控更加的便捷 方便 更加的安全 而这是改变 势必会一种必然趋势 陆毅和蓝清玄利用三天的时间 与各大供应商 同行业竞争者进行沟通交流 掌握了更多的智能化技术和未来发展趋势 同时还掌握了更多的供应商和顾客资源 为企业的今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基础 白天工作的时候 陆毅只觉得时间特别充实 过得特别的快 然而当他回到酒店时 他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某人 他偷偷查看某人的微信朋友圈 发现某人最近几日都没有更新朋友圈 他甚至在等某人的问候微信 毕竟自己烫伤还未遇 可是他却失望了 自从自己出差离开后 某人仿佛就像人间消失一般 一个问候的微信都没有 有时他睡不着的时候 他会想起某人醉酒的样子 他会想起某人醉酒不经意间亲吻自己的样子 他会想起和某人一起出差时的去世 想着想着便睡着了 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原因 某人频繁地进入到陆毅的梦中 让某人看起来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